在哪裏呢? 剛才我們挖完浪,在休息聊聊天的時候 看到旁邊的海灘突然有兩個人沒有穿衣服 沖到海裡,他說海水很冷 然後浸了一會兒又走上去 我們走過來看看究竟是什麼事 原來發現他們家裡的花園 有一個這樣的帳幕式的桑拿 真是第一次見 我的朋友走進去看看 我就換衣服了,他們還在穿潛水衣 走進去暖一暖,應該要插著水桶 原來進去發現 原來有一個燒炭的爐,上面放一些石頭 就變成一個桑拿 真是很頂的 帳幕也是可以拆除色,非常方便 然後有一個花園的帽子,按著海一樓 所以我選寫字牙這個區真的不可以頂 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之前的影片我也有講過一下 我這個區是在海灘邊的 在這位朋友的家裡的旁邊 這位是一個co-working space 即是一些共用的辦公室 你做了會員之後 隨時可以來做事 看著咖啡,看著海 真的沒得頂 做事做到悶悶就走到海灘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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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簽證的問題,我就不可以用coirking space 一定要自己租一個獨立的寫字樓 我就在海灘附近租了一個單位做我的寫字樓 剛剛這裡旁邊有一塊地是空置的 聽說好像已經被人賣了 這裡的地當然比香港便宜很多 很多朋友都買得起 然後自己蓋回一間屋,怎麼蓋都可以 我之前有一集有說過 然後就像他們這樣做一個桑拿 冬天就可以過一局再跳進海裡 或者對著海BBQ,沒得頂 這裡就是我們的渦浪風帆基地 也有其他的水上活動 最近拿了一個這樣的小菜籠 可以燒東西又可以取暖 很有風味 樓上就是一間cafe,景觀很漂亮 然後就散了 這裡就是我們擺放一些道具的地方 最近就流行這種飛翅 飛翅 即是怎樣呢 將這個飛翅 放在一塊板的底下 當你去到某個速度 它就會飛起來 就像飛毯一樣 Magic Carpet 這座大廈呢 最頂的單位呢 我就大家上次介紹過的 結果我的朋友買了 真的超棒 沒得頂 好嗎 超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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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這裡嗎 超棒 這裡 沒拍子 超棒 發現 吃